《海淘法师》 发行 《海淘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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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解释一下 这个骨是牛皮做的 那为什么要敲牛皮 让所有的牛啊 四肢脚的羊啊 狗啊 猫啊 长颈鹿啊 通通超度 要了解吗 骨的意思 这个骨就是消除贪心 变成菩提心 贪心是最强的 但是把最强的贪心 可以变成一种 愿为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就是转的意思 所以用这个菩提心 来供养诸佛 然后也让所有的动物超度啊 离苦啊 所以每一个法器 每一个法器 来 牧鱼敲一下 这个牧鱼代表什么 所有的鱼 海鲜 龙虾 螃蟹超度 而且牧鱼 这只鱼 肚子被剖开 为什么 因为他救了一个孝顺的小孩 在他肚子里面 然后这只鱼就 故意游到渔船旁边 让人家抓到这只鱼 他为了救这个小孩子 为了把他肚子的肉 给小孩子去救他 孝顺 他要孝顺他妈妈 哇 这只鱼太伟大 所以我各位到 每个寺庙 特别大陆的寺庙 都有一只大龙鱼 肚子剖开 剖开的 我们把它做成木鱼 敲出来是他肚子的声音 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有伤害 称恨心 不要生气 并且还要有无神 无生气的大悲心 所以我们念经的时候 扣扣扣扣扣扣扣 你不管你再会念经 你没有慈悲心 念经没有用 要跟着慈悲心念经 念经要给众生的 就像医生发明药 不是要申请专利发财的 现在社会变了 我们发明什么最好的 都是要无私的 甚至用自己的生命 奉献 愿对方得到这个药 得到快乐 所以我们在敲法器 一定要记着这个 这个叫修行 如果你法器很会敲 敲了可以去赚钱 这叫赶金颤 却没有一点悲心 这个唱出来 你再会唱 超度不了众生 别人听了也不高兴 天神听了还生气 你唱得好听都没用 但是那有些人说 那我为什么唱得不好听 因为你常骂人 那时候你当然唱得不好听 唱这个要有悲心 唱这个要为对方想的 那你自然念也好 唱也好 讲也好 都会让别人接受 都会超度众生 会改变世界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如果谈到修行 各位就要开始 等一下 改变一切 但是你要帮助一切 要不要改变你自己 心态要检讨 你比较嫉妒 你比较孤僻 你比较怀疑 你比较臭 有些人就是爱面子 那这些心态 是你生命的毒啊 你要改变 透过拜佛 为什么要拜 忏悔 消除骄傲 很多人都很喜欢 我赢过你 我不能输过你 我要怎么样 打肿领冲胖子 要赢过别人 那这个就是生命的毒素 你会伤害到你自己 做一个皇帝 不是我比你大 做一个皇帝是 我要承担 所有老百姓的痛苦 老百姓没饭吃 我不吃饭 就像一个船长 没有人要船难 所有人都离开这艘船了 我才要离开 哪怕 无论如何 我要死在这个船上 照顾他们 所有人离开的 我才离开 因为他是船长 除了要带领大家 一个正确的方向 还要救所有船上 不能说我是船长 我自己保留一个潜艇 快船了 我赶快飞 那全部人都会骂你 所以我想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王 那是你要真心的去慈悲 而不是自私自利 所以要想办法 牺牲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 悲心的观念 也叫无我 只有众生 你要开始训练自己 而不是说比赛 看谁做得多 然后看谁爬得快 那这样以后变成 踏着别人的头上走 所以我们出家人 为什么把头发离掉 这是一种消除骄傲 我们出家 是要奉献 把别人众生都当做爸爸妈妈 包括一个小蚂蚁 所以今天要请各位中午吃素 慈悲的人在吃肉就不慈悲 就像左手拿着炼珠 右手拿着枪 讲慈悲心 世界和平 肉好吃 那就讲人的 因为佛教一直讲众生众生众生 不能一直讲人人人 众生是所有生命 包括天上的神 包括佛也是一个众生 他已经觉悟的众生叫佛 地狱也是个众生 强奸你的男人也是个众生 没有恨 他今天偷我的钱骗我 是因为他自己缺钱 无名 业障重 可能吸毒 好可怜啊 所以我要帮助他 所以而不是说 我看不起他 当一个人看不起对方的时候 就像一个爸爸妈妈 小孩子颠颠倒倒 吵来吵去 正常 因为他是小孩子 不然感冒躺在那边 那更可怕 所以你会爱他 你不会舍弃他 当然有些爸爸妈妈会脾气不好 但是小孩子是你修行也最好的对象 跟父母一样 跟父母一样 爸爸妈妈老了 不要吃饭 要帮他喂 喂饭 帮他按摩 帮他擦身体 现在大概不这么做了 有钱请外劳 你替我孝顺 这观念就改变了 但是如果你是亲自去照顾人 那当然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谈到佛法 那就是一种了解的方法 所以中国人叫开悟 开悟 开悟什么 哇 原来所有人都是我的恩人 原来我不应该用生气 用自私的心态去对待别人 这叫开悟 包括一个小偷到你家来偷东西 你都想要对他很好 他好可怜 他一定也做过我儿子 做过我兄弟姐妹 只是他很穷 本来这个小偷身上拿一只刀子 如果那对方一反抗 我为了怕被抓 我只好杀掉他 但是因为你改变了一个念头 小偷来 你保持安静 不要去惊吓到他 甚至你还准备了一些钱 就给他 这个小偷就这样过去了 他心里还想说 这家主人还不错 不然他刀子拿出来 所以一个念头 本来要发生命案了 结果呢 就变成一个结善员 你也损失一点点 但是本来是你欠他的 各位永远要相信 这个人骂你一句话 一定你过去骂他一句话 这个世间没有意外巧合任何的事情 没有 一切都是因言果报 要相信就很困难 你要相信很困难的 但是所以你要相信佛的 佛说发生了任何一件事情 今天你拿花掉在地上 这有一段因缘的 就像各位你在吃饭 突然那个饭掉了很多在桌子上 我们佛教不减的 为什么 不是浪费 哎呀 忘了给众生吃了 今天你拿一碗汤要喝 一天对他讲 哎呀 孤魂野鬼 乃是祖先没得吃啊 你马上想到这个 所以赶快把它整理好 给他们吃 这样 因为你想的是众生 不是光人 今天你吃的饼干 掉一些在地上 护法神加持你 哎 你家外面的蟑螂蚂蚁 没得吃啊 所以你要把那个捡起来 拿去外面 所以因为你心态改变了 所以各位在 如果要讲修行 什么叫修行 来 用佛的思想 不用自己的想法 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我我我 不要再谈我了 我很痛苦呢 你你你你 再谈你 你会气死 我我你你 这叫是是非非 所以佛教里面讲 我对方怎么样 我要 这个是 对方才是最重要 所以一切一切 都是为了别人 所以各位你要告诉你的儿子 你要做医生 你要考 做贸易家 你要做政治家 千万不是 我要成功 这个思想还是自私的 你考第一名 有人就考比你差 所以你做什么 都是为了别人的 服务众生的 那这样可以 这个叫修行 没有修行以前 是我要做高的 修行以后 我排在最后面 就像地藏菩萨 就像观音菩萨说 观音菩萨说 这个世间如果有一个生命 在受苦 他就不成佛 地藏菩萨说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生命 在地狱 他也不成佛 事实上这种心态 就是佛的心态 他们早就成佛 但是每一个佛都是这样想 释迦牟尼佛说 只要有一个人要下地狱受苦 我就替他受苦 我来替他受苦 希望他将来 他不用受苦 这个叫释迦牟尼佛 所以各位 如果你第一次听佛法 这个就是佛法 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佛法不排斥任何宗教 因为都希望 任何宗教都能够埋怨 要升天的升天 所以各位你经过 丽北塞公 你在拜佛 经过一个土地公 你不拜 要到土地公 愿所有人 都得到土地公的加持 也把我的功德供养 土地公 愿求财的发财 愿求健康的健康 愿求生意的得生意 就是这个意思 爸爸妈妈 儿子亏钱的 爸爸妈妈一直在后面 替他付钱 爸爸爱他 所以有很多妈妈来找我 师父啊 我儿子去你那边上班 好不好 我说 只要他待得住啊 他愿意修行 没关系 薪水我来付 你不要讲就好 我就是希望 我的儿子学佛 但是我跟他讲 你儿子抽烟吗 抽啊 那很难耶 我们这边只做烟供耶 你要不要改一下了吗 所以我说 你可以叫你儿子来啊 我们跟他聊一聊啊 聊一聊告诉他抽烟不好啊 做烟供好啊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当然好啊 这边还有薪水 薪水他妈付的 妈妈慈悲嘛 愿他学佛嘛 所以我想 我这样比喻 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所以各位 现在开始学佛了 我们就要 如果你对 我刚刚讲的这个方法 你有兴趣 那就叫有善根 过去有善根了 但是你不见得 要改变你的宗教 因为任何宗教里面都有真理 只是你用一个超越的心态 来帮忙就好了 所以佛法是空气 空气不分宗教了 佛法是光明 光明没有宗教了 所有众生都要光明 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还要超度 不管你什么宗教 现在你在受苦 佛教是离苦得乐的方法 就是这样 所以观音菩萨会变成妈祖 观音菩萨会变成玛利亚 观音菩萨会变成各种的 救苦救难的白天使 观音菩萨会变成很有钱的人 要去帮助贫穷 如果你执着说 我是佛教 你不是佛教 那你又对立了 观音菩萨他没有形象 所以叫普门四线 观音菩萨 你要他变什么 他就变什么 观音菩萨牵手观音 有十一个脸 你要他献什么像 他就用什么像 什么颜色 他就用什么颜色 观音菩萨的手 六只手 这一千只手分做六成 为什么六成 融入 融入在六道 六道都有观音的慈悲 六道都有观音的智慧 他不分你什么宗教 宗教是相 是每个人着这个相 但是穿黄的也好 穿蓝的也好 有头发也好 没头发也好 有一个重点 你讲 众生皆有佛性 众生皆平等 这个观念最重要 所以不要放弃对方 对方伤害你 骂你 毁谤你 你依然爱他 这样就好了 因为他总有一天会改变的 所以观音菩萨碰到一个极恶 这个人专门在杀人放火的一个强盗 观音菩萨会变成一个美女 很性感 让这个强盗爱上他 慢慢的度他 哪怕生命最后一秒钟 这个强盗 知道错了 他的太太该说 没有问题 菩萨永远帮助你 只要你现在念阿弥陀佛 乃至念地藏菩萨 你就不会下地狱 念阿弥陀佛 你就可以快乐 菩萨不会舍弃对方 所以各位听我讲这个心态 我们就升起惭愧心 哎呦 我以前不是这样啊 我gay搞啊 我d搞啊 我告官司啊 我没干完啊 原来这个是你自己害自己 生命的敌人在这里面 不在外面 所以你要赶快念观音菩萨 转变你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讲 祈福无法会 这个福的力量来自于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改变了 念一下 自我意乐利 我就是说我改变了 然后再来念观音菩萨 对不对 又佛力加持 然后过去偷人家很多钱 这辈子 一直钱被倒被倒 原来过去啊 伤害到没有缴税金啊 骗人家钱啊怎么样 上辈子也不一定啊 现在呢 开始布施 叫法力 你这样改变了 那你命运就改变了 但是你改变的不是为止 希望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方法 那这个叫发菩提心呢 发菩提心就是希望所有众生都找到这种改变离苦得乐的方法 然后他最后绝对不会受苦 最后他也可以帮助众生 这个叫菩萨 所以菩萨就是视线跟我们在一起 然后用他的爱 用他的智慧改变我们 而不是用他的权力啊 用他的这种胸啊 斗啊 来改变我们 所以念一下来 菩萨永不舍弃众生 菩萨永不讨厌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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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永不讨厌众生苦 所以各位我们要学做菩萨 当然菩萨你可以实行各种宗教 非宗教 所以一个老人家天天在河边捡垃圾 甚至看到一点小鱼 他喂一喂 人家在钓鱼 他就陪他聊天聊一聊 那个钓鱼不好意思钓 这个叫菩萨 菩萨可能就是一个流浪老人 但是他在任何环境 他就一直在帮助对方 所以我们观音祈福法会是 希望观音菩萨也救度我们 让我们把恨的心变成没有恨的爱 把计较的心变成平等包容的心 这个叫祈福 所以让观音菩萨住在你心里面 所以别人问佛陀啊你住哪里 佛陀说 念一下慈悲是我家 对哪里需要慈悲 我就去住哪里 任何地方有苦难都有观音菩萨 有苦难的地方就有观音菩萨 所以我们把心改变了 你的病就好了 很多人得肝癌 得肺癌 得乳腺癌 为什么 不高兴 恨 抱怨 你的心一有抱怨 一有逆境 身体就不好 腰为什么不好 抱怨 压力大 天天抱怨 所以头为什么痛 计较 就是这样 胃肠为什么不好 吸收不了 不消化 你讲的话我不接受 不消化 那原来我们的心态 就会变成我们的外表 身体 命运 那现在我们念观音菩萨的心态 就是把观音菩萨坐在我们心里 成为我们的心 引导我们 这个叫拿摩 拿摩大悲观音菩萨 我把慈悲心 我归慈悲心 我把自己奉献给慈悲心 不恨 不计较 所以各位女孩子 哎呀很怕老公有外遇 那你越怕他越跑去 你还想说 啊不会 我相信他 就算有 这也是我的因果 对方那个女生 一定跟我有缘 我要去接受他 因为慈悲啊 观音菩萨不舍弃任何一个人 当你心态改变了 事情就改变了 就算真的老公有外遇 你都会利用这个爱他 多认识呢 多认识一个好朋友 让对方很感动 生命又轮回了 你这一辈子 不怪他 原谅他 下辈子他永远听你的 所以菩萨要度众生 一定要牺牲自己 � sit apare这一ается 用几百节的生命 奉献他的斜肉鲜血 生命给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 拿摩本次 释迦摩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别人怎么样 对不起你 伤害你 这个都是缘分 跟他结缘 你还可以消夜 situación 还可以跟他结缘 这个心态 如果你找到了 所以你就会念观音菩萨 我要学这个 你就会念欧玛丽北美虎 我要学这个 当你一念的时候 内心就平静很快乐 所以我们现在在 刚刚做了上供 我们再做一次下施 然后用最红的玫瑰 好漂亮 还要为他们点灯 让他们看到光明去极乐世界 而且有面 有饭 有稀饭 有牛奶 有甘露水 美不美 为不思给他们 祈求佛的加持 刚刚我们为他们供养 现在我们为他们不思 请各位翻到 二十年载 那各位等一下要吃饭 你每天都要吃饭 你把饭都拿出来 供养 佛菩萨 供养 护法神 然后再来就是 要不思给众生 吃一顿饭 喝一杯水 都要这样 当你要喝水 一拿起来 有时候我们故意拿高一点 供养三宝 然后呢 滴滴出去 不思众生 自己才喝 那时时刻刻都这样跟世界合在一起 所以那各位要用五灾啦 所以我们来念这个 二时临灾 为什么叫二 早上跟中午最好都这样念 那晚上呢 不用念没关系 直接布施 因为晚上 很多出家人 诸佛菩萨 都没有吃晚餐 天上的神没有吃晚餐 天上的神呢 都在 他们一天 只要吃一顿就OK了 就是 早上的时候 那么他们就能够饱足了 就可以去 天人就每天负责去玩就好了 天人不用上厕所的 不用上医院的 不用洗衣服的 所以 各位每天都会吃饭 喝水 那能够培养一个慈悲的习惯 买一点点米啊 饭啊 面包啊 然后布施 布施 布施给外面的 我们台湾人也好 华人都相信 有好兄弟 孤魂野鬼 这是观音菩萨的法门 那二十八页有个辩食咒 你把一般的食物啊 给这些孤魂野鬼吃 他吃不到 就像木剑人尊者 神通第一阿罗汉 把他的锅 装满了饭菜 给他饿鬼道的妈妈吃 一点都没办法吃 因为他们嘴巴吐了 吐开以后啊 那个就吐火 而且那个 那个食物变成硫酸 更会伤害他 但是如果你念 辩食咒 观音菩萨教我们念这个 辩食咒 来跟我念一次 二十八页 第九辩食咒 来 那么 那你念变食咒 像我现在念啊 大家一起念 我会撒几颗米 几颗 哪怕一颗都没关系 他们就全部都 变成无量无边 不是一颗米 不是很多米 是整个地球世界的 好吃的食物 他们都可以单独得到 这个叫辩食咒 那么少我当然都 我都知道 上本来上本来 然后呢 各位住在新竹的菩萨 你现在听到了 这下新竹要发了 因为新竹地区的所有的这些孤魂野鬼啊 都会吃得饱 那吃得饱以后 就像这些流浪狗吃饱了 他就不会去乱咬东西 这些痛苦的众生吃饱了 他就不会制造车祸啊 生病啊 这些 那各位如果你不会念 无所谓 你就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会转化他 有意思了 那如果你会念 那当然多了很大的 因为光念这个咒 就算你没有不失食物 那些饥饿的众生就 肚子就不饿了 所以这后面29页有写 功德 一 受者 就是接受我们不失的 有什么利益呢 第一个 能具足饮食 皆得饱满 所以他们具足所有饮食 皆就是没有一个 会不饱的 皆得饱满 第二 恶鬼升天 哇 从恶鬼到直接升天 那你 他们升天以后 生生世世来报你的恩 所以你每次布施 可以布施给很多的 我们叫横河杀恶鬼 他们一吃饱了就升天 这些天神天天帮助你 所以你会觉得奇怪 我现在开车都有位置 赚钱都有 有人帮忙 做什么事情 好像有一股力量在帮助你 修行要修到有这个感应 你不用烦恼 你没有修行 你不知道 我想尽办法 未来探紧 我想尽办法 要找好的 都找不到好的 但是你开始有慈悲心了以后 你要找医生 会找到最好的 你要找朋友 会找到最好的 除非 是你的术士姻缘 你欠他的 那另当别论 佛菩萨也改变不了 你的因缘 业力的 没办法 但是这些不好的 因缘业力 要靠你自己忏悔 但是自从 你经常这样布施 除了业力 你也没办法改变 你会碰到最好 结婚也好 谈恋爱也好 做生意也好 你都会碰到最好 为什么 恶鬼升天 是你把他超度了 一滴水 几颗饭 你帮他了 而且你会念这个咒 第三 婆罗门先 诸根具足 圆满 吉祥 所以各位 只要经过土地公庙 蒙阿婆 山有山神 树有树神 这个婆罗门是修行人 仙人 就是你看不见的 神仙 他们就会 一切都圆满吉祥 所以各位 多念这个咒 再来 施者的利益 那我们不施的人呢 这里面写十条 后面还有二十六条 后面还有无量的 但是至少你会觉得 慈悲心很简单 就世间的福报你都有了 第一个 具足无量功德 刚刚说了 百千万亿黄金不施 把佛像都造成纯金的 所有的出家人 你供养他一百年 但是还不如 慈悲心不施一点点食物给可怜的众生 所以你就可以具足无量功德 第二 寿命延长 长寿 第三 成就供养无量佛 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希望供养无量如来 每一个佛的净土都要去供养 但是你吃悲吃死就成就了供养无量的佛 第四 颜色鲜洁 你的外表皮肤 外表气色都好看 因为恶鬼到你吃的这些以后 他们就外表庄严 发光 为什么 什么叫甘露 这个也叫甘露咒 甘露一吃以后 不会生病 甘露一吃以后 身体发光 所以吃了甘露 恶鬼变天神 什么意思 那你给对方这么庄严 你自己当然也庄严 颜色鲜洁 各位这一点要多做 第五 强记 记忆力特别好 为什么 这些恶鬼到活了一百万年 他们最高 活到一百七十万年 每天都在想 有什么东西吃 有什么东西吃 终于你给它吃 它永远记着你 而且是记好了 那你也会变成强记 记忆力比别人好 不该记的都记不起来 该记的你都会背起来 你心里不好事背不起来 这个记还是记好的 所以安安可以把佛陀 所讲的每一句好话 都记起来叫经典 但是安安不会记住 别人骂他 所以各位 你有这种强记的力量 简单的说一句话 你给对方的好处 都会发生在你身上 各位记住这句话 所以你让他恶鬼升天 你身身世世升天 有福报 第六 夜叉罗叉鬼等皆慰 你不用怕鬼 对众生好的人 众生倒过来还保护你 不会伤害你 你自然有那个力量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做皇帝 地藏经说了 下心寒笑 亲手不失 一个乞丐 一只流浪狗 你很谦虚叫下心 寒得微笑 亲手给他 生生世世被万人尊敬 很简单的道理 你越疼爱这些最卑微的众生 那你反而被万人尊敬 所以你就变成有威得力 这些夜叉罗叉鬼 看到你不敢欺负 你还未尽 各位这个要修 各位特别要行菩萨道 部分在家出家 你要让别人看到你 很想接近你又怕你 因为你看起来就比他高 不是你个子高 个子比你高得太多了 但是他看到你就会尊敬你 不敢伤害你 在你面前不敢讲假话 可以调伏他自己的坏心 第七 心得清净 内心永远快乐 慈悲 没有坏的想法 第八 正凡天 什么叫凡天 各位看过四面佛 泰国人喜欢拜四面佛 事实上那是上帝的意思 你有上帝的威得力 第九 一株怨敌常得胜 坏人害不了 这就因亲在主啊 还被你感动 第十 三宝意念 诸天永护 所以 出佛菩萨 照顾你 像他的眼睛 护法圣神 保护你 所以各位经常 诗诗念诗 辩诗咒 对 被布施的 乃至我们布施的 都可以得到大利益 所以来 大家念一下 这边前面那么多牌位 六道重生哦 念一下 那么 沙瓦 淡泰土 波罗之地 嗯 三本来 三本来 哼 平常各位就这样做啦 经常这样做 所以走到哪里 身上放在车上 一点点米啊 像我一样 我在车上 我虽然不会开车 我们菩萨 带我 我一定会到 那个路 我都会杀几颗 特别地下道 特别有车祸的地方 所以昨天一进新竹啊 一时啥一时啥 新竹 大家快了 发财啊 今天通通来参加法会 所以今天鬼比人多啊 但是这些鬼要升天了 要去极乐世界了 但是对你来讲是一颗米 对他们来讲 这颗米比黄金还重要 从鬼升天 而且愿生极乐 马上就生极乐 生极乐世界将来就成佛 所以各位 前面钞票很多 有没有看到 一张一张牌位 钞票 功德 帮助他们 各位中午也可以多写一些 好不好 各位写一写 我们会带着七天 台北有两房七天 中南部我们都会 一直给他念 希望他们将来都成佛 第二个咒 甘露水真言 各位前面看到水 一直在滴啊 所以以后你也可以 经常拿一些 会喷喷的水 或是现在有那种喷雾剂 你就给他放在家里的 一直喷啊 只要看到水的地方 就给他念这个咒 来 各位念一次 南部 Solo boy 丹太队 大字塔 On Solo solo 本来Solo 本来Solo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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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Solo 本来Solo Solo 就像 就像你加拉瓜 大瀑布 哇 大雨 只要下大雨了 你就念这个咒 甘露咒 这个咒也叫什么 念一下 妙色陀罗尼 妙色就是很漂亮的意思 这些恶鬼道 喝了这个甘露水 它的皮肤外表 都变得最漂亮的 天人的像 所以 所以 永离饥渴 那 这个太容易了 所以各位 天天你都要喝水 天天都不吃几滴水 然后 念久了 你就背下来 那么Solo solo 你每天都会念几遍就背下来 滴几滴水 非常的慈悲 观音菩萨告诉我们这个慈悲的法门 如果你这样去做 然后得到十六种功德 大家一起念一下 把握一下 念完才可以吃 功德 念下来 一 寿命长远 二 颜色疏美 三 气力充盛 四 心肠欢乐 五 变财无智 六 恒无迹象 七 口中相结 八 人皆敬仰 九 天神示威 十 披舍遮鬼 现行共己 十一 生无其患 十二 威德如亡 十三 恶人恶鬼 间接生醒 十四 德千伦王福 十五 梦见诸菩萨罗汉 十六 所生之处 世界震动 所以世间所有福报 你都有了 长寿 瘦漂亮 气力好 心情好 口才好 永远没饥饿 嘴巴香 所有人尊敬你 第九 所有的神护持你 再来 最坏的鬼 也不会欺负你 披舍这鬼 还要献出他 变成庄严的形象 来感谢你 第十一 永远不生病 第十二 威德如转轮胜亡 第十三 所有不好的 都不会伤害你 还要看到你都欢喜 第十四 得千伦王福报 各位 观音菩萨 有一千个转轮胜亡 所以你多念甘露水真言 得一千个转轮胜亡的福报 得千伦王福报 你这样可以帮助众生 第十五 都梦到诸佛菩萨 不会做坏梦 第十六 所生之处 世界称动 因为你有一千个转轮胜亡的福报 所以各位 简不简单啊 太容易了 慈悲啊 所以如果你有慈悲心你就会去学这个 然后可以帮助很多人 所以来 我们大家念一遍好不好啊 那我来布施 各位用观想啊 这个不是那么小啊 这个比地球还大 然后呢 这个八个甘露水 就融入着所有六道众生 让他们离谱 我看到便当来了 可以吃饭了 把豆腰了 愿意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宝是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保身 同生极乐果 恩啊 好 各位等一下用灾啊 今天 这个灾犯 你拿来的时候 来 再给我念一次 他们便当来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护法善神 供养父母祖先 供养冤亲在主 供养堕胎太儿 供养往生排位 供养一切众生 这顿饭一定好吃 因为你做了上供下次 慈悲心 然后今天 瑟拉切格西 在为我们做超度 所以各位多谢排位 今天他们是 观音菩萨超度法 那我们下午 大家会来念念大悲众 然后呢 了解怎么念大悲众 那就念大悲众的利益 好 阿弥陀佛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有人說 師傅請問過午不醒是幾點過午不醒 還是1點還是12點半 還是幾點還是吃 還有那種說12點坐下來吃 吃到你用料就算了 晚上不要吃 不是 在佛誌太陽過中日中過一分就過午 一毫一髮都過午 所以今天我們超過了太陽過中時間11點58分 11點58分 所以11點57分之前大家得到 要甜 不能再吃東西 北關在街上沒有那條不回事實 沒有開眼的喔 一定會說 啊 師傅我泡餅 我泡餅我要吃暗餅 沒有 不開眼 為什麼呢 你如果真的晚上要吃東西的話 我們就最後一條不要打能騎 等於是你就受了七條 他就變成八關齋戒的善法 但是你不能說我受了八關齋戒 他就變成一種懸患 因為你不殺生有不殺生的東西 不淘汰有不淘汰的宮殿 不營餅有不營餅的宮殿 那呢 你最愛的一條呢 不管是你做不到 但是你最愛還有淘汰的宮殿 所以他不能叫災戒 但是你可以說他是八戒的善法 意思就這樣散善法 幫我歸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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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歸你身 我幫我歸你你 我幫你我幫我歸你 我幫你把皮革都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智慧地自我解脱 千百年来深深影响着佛弟子们 慈悲助人故身救苦 以如来效力进化人心 圆容六度 传承旧情安乐之 解脱大道 释迦牟尼佛曾于多世于居师纳罗当转伦圣王 身灭于此 大波涮尼佛尼余 大波涮曼金云 阿南 大善剑王 起义人物 我身身也 我于往昔获此尊贵 所居国臣即在于此 我于此尘做转伦王 不可陈述 成就立以无量终身 今者 诸天充满虚空 皆是我习为王之时 以诸善法教化所成 其于今日复在此尘 见波涅槃 当令其 或波涅槃国 阿南 以世事故 我今决定 祝于此尘 而波涅槃 在海淘法师慈悲引导下 诸上善人 与此起聚 追忆圣贤 同战阿玉 大众 亦自我期许 于善根张扬之时 今情深入情葬 令我等与众生 早日同登 华葬悬门 供入毗卢信海 帮不复 世尊大恩 所以告诉我们 就算成佛了 肉体都会实现 这个生命无常的 所以我们也要 精进的求证 所以佛陀最后讲来 圣物放育 精进求证 千万不要追逐 在这个世间的一切种种 要精进的正的菩提 至少能传到正的解脱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 在佛前求忏悔啊 在佛前求忏悔啊 因释迦牟尼佛不断地引导我们 离苦得乐 往昔所造诸二夜 皆有无事贪生痴 重生以欲之所生 君对佛前求忏悔 往昔所造诸二夜 皆有无事贪生痴 重生以欲之所生 君对佛前求忏悔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深深悔荡的母号神中 思念的泪珠独筐而出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在何时紧握的双手中 庄严的袈裟满河披上 尊贵佛族随以安息 然师尊那不曾退缺的 永远与悲心 将化为佛子的五金月礼 尽行受贵一三宝 以教奉行 所以人不能光为了生活 但奴隶而已 人也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命 了解生命 替生命负责任 能够让自己生命离开痛苦 进一步伟大的 除了帮助自己的生命 所谓菩萨 他也要帮助所有的生命 都能够离开痛苦 就进涅槃 所以有一句话 不了解生命 生命对你来讲是一种惩罚 从生就是苦 过程老病到死亡苦 苦以后又轮回 所以我想这么多 以前纳兰陀有两万多个出家人 都是社会的精英 而且把所有的佛的教法 又做圆满的整理 就像各位现在看那些经论 你中文程度不好 保证你看不懂 就算看懂也不知道里面意思 为什么就古时候的人 把这种专精 来分析佛陀的经典 讲《波日经》 所以就写出了大制度论 所以讨论菩萨界 讨论空性 宗观等等等等 但是目的呢 就是希望 能够让所有的生命 特别包括自己 能够解脱生死 纳兰陀 但与三字意味 师无畏 佛法中 有才法无畏三种布施 以法为依靠 以智慧为名登 有情终身 才得以度过生死轮回的 危难和恐惧 绵密整齐的建筑群 于辽阔远地中盘踞 传说 此地佛世时 称为安摩罗远 有五百商人购买献佛 使尊与此说法三个月 而后 摩羯陀国王 在此兴建佛寺 佛灭后一千年 此处不仅称为 僧且妖篮 更是玉才无数 有着宏大规模 且名闻辖尔的 世界佛学大臣 碧草蓝天间的 楚砖遗环 是记忆中 纳兰陀辉煌的曾经 前百年来 孕育出无数通达三藏 戒行清静的佛教大师 包括龙树菩萨 无助菩萨 世倾菩萨等 中国著名唐代高僧 来到印度 甚至成为纳兰陀的校长 这样来弘扬佛法 甚至又很辛苦地又回到中国 得到皇帝的护词 而翻译这么多的经典 回眸远眸远眸远眸 惨缓一击 感受着历代天人与佛子的不舍行进 意想着世尊最后慈爱的面容 逗转心意 地区的足迹依然牵连 法的智慧仍不断引领着人们 走出深情迷雾 圣迹的无言教法 人持续包容 避印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 让佛子们领略着千年来 释迦牟尼佛不灭的慈悲与救拔 无有穷尽 护词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瑞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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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